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吗 看到这个同学给我打个1 所以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屏幕 可以看到 我就是直接共享屏幕了 因为我没有去选那个PPT PPT的话有些时候是不好操作 它只是比较机械化的在那里 演示播放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沃尔文档 去讲 中间我可以去写或者去图 大家看得到就可以 好 我们今天来学习第11期的第4课 有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是我以往的一些经历 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可能中间讲的不对的地方 大家可以多讨论 多指正 好吧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学习内容 我们要学的这篇文章 是关于科技类的 就是作者对于科技的一个思考 到底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去与他进行一个分析 一篇比较老的文章 也是经济学人2019年的一篇文章了 大家去议许过之后就会发现 词汇是比较多的 对吧 比较丰富 那么我们去学习的时候会学一些词汇和句型 科技类的一些经济对比的句子 当然我个人讲了一点私货 就是审略句的写法 本文中是没有审略句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补充阅读里面 那个片段里面是有一个审略句的 我们可以去讲一下 有同学预计的就知道了 然后关于段落和论证方面的 就真正写文章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 或者对比的方法去引入话题 就讲以前人们认为科技是个好事 对吧 但是到头来就发现这几年 好像悲观情绪越来越重 然后可以去看到文章中 也对悲观情绪的原因做了一个分析 但我们会去引出一个去分析原因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去写一些 比如说雅思里面 托弗里面经常会讲 让你分析这个事情的原因和方案 对吧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一个事件的原因呢 回去讲一下 分析利弊的方法也会去提一下 因为这个文章也会有提到 这种悲观情绪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 是什么样子 继续我们看 当然最后来会介绍一些个论证方法 整篇文章论证不多 只有在最后一段倒数第二段的时候 应该是倒数第二段的时候 用了一个论证的方法 就是有让步有反驳 到时我们会对整个议论文或者西方人写文章 怎么去论证做一个梳理 当然上几课王老师也讲了一些 什么appeal to logic emotions 还有appeal to 这个 其他的一些方法 一共好像三个对吧 对逻辑方面的论证 这个情感方面的去说服其他的人 对吧 还有一个是好像是什么 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时候你和王老师讲了一些 但我会去补充一下 那么这一刻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 pessimism versus progress 就是悲观和进步 到底是悲观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还是科技真的给我们带来的进步 可以看到它的副标题 contemporary worries about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 part of a historical pattern 他说当代对于科技影响的这种担忧 其实是由来已久的 只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部分而已 historical pattern 就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规律了 它只是一部分而已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维导图 我是这样子做的 但是其实有不同的做法 你做的跟我不一样 也不代表你错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 只不过我把这个六段 到七八九这里把它拆分了 因为我想把这个六段单独 当成这个利比分析来讲 整个来看的话有十段文字 第二段呢 都是对这个科技的悲观情绪的一个 引出引入了 那第一段的话讲的是 人们对科技的态度转变 过去十年的科技 可能大家也觉得 有显了一些个弊端出来 未来十年的科技 大家可能也是持一些悲观的态度 所以第一段和第二段呢 都是引出观点 人们对这个科技的进步 其实有很多的担忧的 第三段到第五段呢 就是在探索这个悲观情绪的原因呢 其实通过第三段讲的是 以前的人1979年 那个时候的纽约时报 他是怎么来评论总结的 他们主要单约是人们对科技 对科技的掌控力可能不行 不能够把控住这个科技 那么第四段讲的是 其实讲的是今天啊 今天主要是基于这种通讯系统 可能是太发达了 但也是主要讲的是 这些担忧啊 主要是来自于历史 从引用1970年 1920年 以及19世纪 人们是怎么来担忧的 最后的结论是作者自己分析出来的 他其实讲的是这个科技 对科技的悲观情绪 是来自于没有实现的这种愿望 和没有预测到的后果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第一段到第五段 其实讲的内容是比较少的 主要讲的是一个原因的分析方法 当然还有一些文字啊 其实写作不光是要有一些论证方法 如果你个人的语言水平没有提高的话 它依然是无法实现 你想表达的效果的 那么第六段到第十段 我们会明天去讲 主要是第六段分开来讲了 就是这种悲观情绪 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 比如说忽略科技的优点 否认科技的优点 以及第七段到九段 讲的是作者 他认为应该怎样去正确认知科技 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当然可以去解决问题 科技本身是并没有好坏的 在这个第八段的后面呢 其实我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预计材料里面 也就引入了另外一个文字 就是我们这个阅读 延伸的阅读部分 就讲的是知识其实也是一样的 没有好坏之分 大家有兴趣了 也应该去预计 去阅读阅读 第九段讲的是 良性的质疑 其实是有利于科技的使用的 当然这里也有讲了一些 关于科技的 应该怎么去质疑它 对吧 要有一些debate 第十段是结论 但第十段好像是 才是有一个论证 刚才我好像记错了一点 第十段讲的是 对科技的悲观 可能是由政治悲观引发的 但是最后是跨扰了的 历史证明科技是利大于比的 好 那么整个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今天学期讲第一到第五段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字 这文字是有很多 可取的地方 可学的地方 甚至可以去联想的地方 我们首先看地段文字 字引入 第一句是讲科技非常好 对吧 用三个形容词 Faster, Cheaper, Better Technology is one field Many people rely upon to offer a vision of a brighter future 科技快便宜更好 其实就是很多人 以赖的去畅想未来的一个工具 只有科技的存在 我们才能够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说回到30年50年前 可能大家生活就没有那么便捷了 那个时候可能电视段没有普及 在中国国内是这样子 我说 好了 那后面讲是一个bud 马上就反转 其实有一种中文的开头方法 就是从反面写 你要先写一个自己的观点的话 或者你要先引出一个讨论的观点 你不先去写这个讨论的观点 你先从它的反面去写 这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想写这个雅思学习 最终会给你带来哪些好处 比如说申请到好的学校 获得奖学金等等 但是你可以先从它的反面来写 就是说雅思学习其实很枯燥 这样子也可以 就是一种反转 从反面写 好 这里讲的是 but as the 2020 is dawn optimism is in short supply 这句话就点出了 其实这个悲观情绪是比较强的 或者说乐观情绪就比较少了 as the 2020 is dawn dawn这个词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开始的意思 但我这里注视一个commence 它其实也是表示开始 天早上我在看这个课件的时候 我突然讲到另外一个词 我说这里讲 随着2020 这个20年代的开始 这个文章应该是2019年年末写的 随着2020年的逼近开始 那我想的开始 那么有一个词叫逼近 逼近是哪个词呢 就是这个draw 长得跟这个词有点相似 这个是dawing 那个是draw 如果说讲的是2020年 逐渐到来 而不是讲开始的话 假设我们站在2018年 那你可以说是 as the 2020 is drawing closer 对吧 可以这样子来讲 好了 这里讲的是随着2020年 20年代的开始 这个悲观情绪就直接出现了 the new technologies that dominated the past decade 这个讲的是过去10年 主打过去10年的这个新科技 它是看起来更糟糕了 后面就举了很多的例子 讲的是哪些科技 看起来就有点糟糕 social media were supposed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本来是应该让人们聚在一起的 但是今天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讲了一个历史事件 就2011年的这个阿拉伯之村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就是社会的底层的老百姓 发起了一场有点像革命一样的事件 在中东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国家 都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 起源是因为一个好像小贩 在卖东西的时候被暴力执法了 结果还五天过后 跑到当地的政府大门面前去制坟 最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 就席卷整个中东地区 还有埃及这些国家 后面讲的是 in the Arab Spring of 2011 they were held as a liberating force 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时候 科技被誉为是一个 liberating force 可以解放一些东西的力量 或者解放我们的劳动力 解放我们的双手等等 对吧 好 这些都是讲的好的 Today they are better known for invading privacy spreading propaganda and undermining democracy 这些就是讲的完全相反的 以前是怎么样子的 但今天更为人知的是 这种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就是我们用的这些什么B站等等 微博 Facebook等等 他们更被人熟知的是 他们侵犯人的隐私 传达一些什么呢 政治宣传 所以这个词是政治宣传的意思 propaganda 不是我们说我们要宣传好的思想 宣传什么什么 不能用这个词 这个词也带有一定便宜的 and undermine democracy 并且破坏了民主 好 后面继续讲 除了这个social media 还有哪个呢 第二个画横线的地方 就是第二个 就是主导十年前 或者主导前一个十年 刚过去这十年 它的科技 第二 e-commerce right handling and gig economy may be convenient they are charged wit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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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就是第二批科技了 过去十年出现的 电子商务 打车软件 打车服务 或者说是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就是短工 有点像partum job 但是跟partum job 有点也不一样 partum job 你可以做很长的时间 比如说我做兼职 可能跟这个公司 做四年五年的兼职 都可以 gig economy 可能就是一个月 这样子的 这些新兴的一些科技 或者是跟科技相关的一些商业行为 它有哪些 是在吐槽的地方 but they are charged with 这个charge 就是被指控 对吧 吐槽的地方有 underpaying workers exacerbating equality and clogging the streets with the vehicles 就是对应的三个 underpaying workers 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这个打车服务 和e-commerce的 这个弊断了 exacerbating inequality 这个越来越糟糕的 这不平等的情况 这个exacerbate 是已经很糟糕的情况 继续恶化 叫做exacerbate 如果是好的情况 继续好 那么就叫做美化 ameliorate 这个词可以去查一查 我看我能不能评出来 我来写一下 ameliorate 对吧 这个词 就是本来已经好的东西 美化它 变成这个exacerbate 是个反语词 好 那么继续往面看 刚才讲的是 这些clogging the streets 但是的是这个right healing 这个它的一个弊断 The parents worry that smartfans have turned their children into strange addicted zombies 家长其实也在担忧 另外一个科技 就是smartphones 十年前出现的 这个文章是2019年写的 2009年 2010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智能手机 对吧 使孩子称为 screen addicted zombies 好 这里其实就是讲的 这个乐观情绪 越来越小了 本来这些东西应该是好的 但是今天他们怎么样 就是一种对比 用对比的方式来做了一个开头 但这里出现两个对比 一个是第一句话 和后面这个but的对比 还有一个是讲这个乐观情绪 比较少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 先讲了这个 以前大家认为它是好的 但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吐槽 对吧 我们自己去写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子去开始去写 好 这里是一些词 大家应该都去预习过了 这个是今天早晨 我去看这个课件的时候 想到的 这个draw near draw closer 就是我们去 怎么去学写作 怎么去积累写作词汇 就你去阅读的时候 做一些精读的时候 对吧 你去看看文章 你去想 我自己如果说写同样的意思 可以用哪个单词 跟他的词 就是谁更高明一些 他更高明 我就积累他的 对吧 如果我有更多更好的 当然我可能就 直接按洗一下了 对吧 好了 这个段的开头 就是反转吸引读者的兴趣 但这个东西 都是在我们的科学征用的 大家可以看 那么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小的练习 这个练习 可能有些同学 都已经写过这项诗作文 本来就是雅思书上的一个老梯 好像见八见几的 但是我们不妨 用它来做一个思维上的练习 如果说我们不去考雅思 我们要就是学一些写作 我们怎么去学它 读了一根文章之后 我想模仿它的事 不光是词和句 还有它的思维思路 对吧 那么我如果说不做雅思作文 我就用这个题目 来按照这篇文章的结构来写的话 那我可能就不一定是像雅思那样子死板的改写题干也怎么样子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 他说今天 这个人们与彼此沟通的方式 因为科技有了很大的改变 你认为在哪些方面人们的关系有了变化 对吧 科技使得我们的关系在哪些方面有了变化 那可能大家一想就想到了 是我们交友有了变化 是我们通讯有了变化 对吧 那是我们在跟比如说家人方面 也会有交流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 这种情况是好还是坏 那么我们要去写的话 当然你可以模仿它的 假设我是认为它是一个negative development 对吧 或者说我认为它是positive development 都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也可以模仿它这种形式去写 就说有很多人认为科技 其实使得我们跟彼此交流变得更少了 比较冷漠了 跟家人交流 其实线下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 那么就可以这样子去引出 先给出科技它的好处 然后反转 这样其实有很多人认为 这个缺点越来越明显 我们的思路也可以去模仿 快捷多样无处不在对吧 一处科技的交流模式使人们可以畅想美好的未来 但是随着更多通讯方式的出现 这种乐观态度就逐渐没有了 跟刚才事物是一样的 这里就是一个转子嘛 但是 后面就讲的话 那你也可以像刚才去梳理一下 哪些以前我们认为刚出来觉得非常好的科技 或者好的通讯技术 现在我们觉得好像被很多人都吐槽 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可能会有一些弊端 对吧 那你可能会想到一些这种通讯的时候 可能信息泄露等等对吧 这些都可以去写进去 但如果说你对这篇文章比较熟的话 你可以看到快捷多样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这篇文章也出现了一个词 ubiquitous 对吧 无处不在的 那么我们去写它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去这样子写 这里我不让大家去写了 因为这个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直接写了一个 反正写一个放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aster Various Ubiquitous Communication Aided By Technology Allows People To Have A Brighter Vision Of Future 对吧 这个词 这三个词就是谁呢 当然就是这个主语了 可以这样子去写句子 好 这个破词号也可以改成逗号的 没有关系的 这种东西放在锯手的 叫做Free Modifier 自由修饰成分 就是你要写一个句子 你不一定有主语开头 你可以以形容词开头 都是可以的 这个形容词就是修饰它 在后面打一个逗号就OK了 比如说非常饿 那个小男孩点了一张披萨饼 吃当时 very hungry at that moment 逗号 the little boy ordered a pizza 可以这样子写的 所以它修饰的就是communication aided by technology 好 but马上转折 but as more ways to interact emerge 但是随着更多的交流方式的出现 this optimism is falling by the wayside 那么我们不一定去用它原词 is in short supply 我们可以换一个词 自己去想 就是说你去写作的时候 当然去积累别人的词汇很重要 但是你要调动自己已有的词汇库 我了解到有哪些词可以表示 乐观情绪越来越少 对不对 但你如果说想的是 is decreasing 可以 对吧 也可以用简单的单词 就每个人词库是不一样的 the technology is not eased 或者freed communication a decade ago seem to be making interaction difficult 那后面你就去讲 它会使得哪些交流方式有了改变 并且是朝坏的方面去改变的 这个其实第一段就有点在呼应它 回应它这个题目中说的 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 只不过我第一段写的是一些悲观的方面 改变了我错的方面去不好的方面去改变 对吧 那这里的e is free的communication 如果说你对这篇文章熟悉的话 你还会想到另外一词 unleash 对吧 unleash 就是释放 但那个词可能语气有点重 释放了communication 好像以前的communication 是不是束缚者一样 好了 那么后面如果说你要去写的话 肯定就会写 这个从两方面讲 沟通成本 可能是实践上的成本 会有一些个 这个提高 或者说我们不一定是实践上情绪上的成本 也可以啊 就是这些科技是我们的沟通 其实不一定不一定是好的 怎么来说呢 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啊 比如说你本来可以当面说清楚的 或者写信说清楚的 以前就是用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 那么你现在可能用一个什么通讯软件 它有可能会引起人的误解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子经历 的话电子邮件发过去 人家不理解 然后再发发发发 来回就是电子邮件轰炸 这个就是有误解的地方 如果说你当面的话 可能就比较清晰一些 还有一种就是感受了 对吧 也是这些通讯方式 使得我们的另外一个变化 就是感受 say somebody on screen 和meet somebody in the flesh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情 对吧 比如说你谈朋友 你天天跟他视频 对吧 和你天天跟他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呢 这里呢 就可以模仿他这种方式 做一个反转 先把这个题目中的 这个不好的方向 对我们交沟通方式不好的方向 给他写出来 好了 我们只是讲一个思路 有兴趣同学可以继续去续写 只是写了一个思路在这里 我们就往第二段去看了 第二段其实作者继续讲了 他说这个诸导 未来十年的 也是不容乐观呀 那些科技 The technology is expected to dominate the new decade also seem to cast a dark shadow Cast a dark shadow 这个Cast a shadow 这里后面有注视 Cast a cloud over something 就是蒙上一层阴影 这个是比较文学的 文周周的说法 就是也似乎不容乐观了 然后后面也举了一些科技 就是我们画线这些 这些科技呢 就是即将主导未来十年的 就是2020年到2030年 那刚才讲的那些什么 这个gig economy 对吧 healing ride 这个打车 对吧 这些都是属于以前的嘛 我们刚才这些 你看到social media commerce right healing 这个gig economy smartphones 这些都是以前的 而现在的呢 就是这些了 这些也不容乐观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well entrench bias and prejudice entrench 加深加强 对吧 加深加强 这个词呢 我想的的是 compound 加重 那么加重问题 其实跟刚才那个 exacerbate 是非常相似的 是一个问题 变得更麻烦 那么这个你讲是 加深 其实它两个意思还不一样 这个是加深观念 这个加重问题 意思还不一样 他说加深这种偏见 threaten your job and show up authoritarian rulers show up 这个就是支持了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 怎么会 使我们的偏见 更加更深蒂固呢 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他写的比较犯 你可以去想 就是人工智能 比如说你去求职 筛减力的时候呢 直接把你pass掉 为什么 人工智能就有算法 比如说我们先pass 不是这个211985的 再pass那些 英语国也没有过六级的 单只是打比方 大家不用恐慌 就是这样子的 人工智能 它可能就会 加深我们的一个偏见 threaten your job and show up authoritarian rulers 可能威胁到你的工作 或者说是支持了 这些独裁的统治者 武器呢 又是怎么样子的 那武器是中美 这些贸易战斗 一个核心 但这里没有去展开 那么可能 就是说 武器是一个好的通讯 技术 但是呢 它也引发了贸易战 对吧 autonomous cars 这个 自动汽车 对吧 driverless cars 无人驾驶汽车 still do not work but manage to kill people or the same 那这里呢 当然就是一个讽刺了 它运转还不好 但是呢 可以去杀人了 那这就是一个讽刺 post showed that internet firms are now less trusted than the banking industry 民意调查显示 这互联网公司 现在呢 还不如 这个银行 那么受 这个信用 受 这个 就是 受人相信嘛 这里其实后面又有一个讽刺 我们来看一下 at the very moment banks are striving to rebrand themselves as tech firms at the very moment 就是 在什么时候 就是银行啊 正努力的 把自己标文为科技公司 在这个时候呢 而internet giants have become the new banks 就是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大了 却变成了新的银行 新的银行 银行刚才讲的是什么样子呢 银行是不受大家相信的 国外的人认为银行呢 可能有些人都不相信银行 那人们银行骗钱 骗子 morphin from talent magnets to priors 叫银行 这个 morphin from A to B 它修饰的不是银行 修饰的是这个 internet giants 它也属于一种 free modifier 自由修饰成分 它放到了末尾 不要看它放到末尾 它不去修饰这个banks 它修饰的是这个internet giants 它也会放到前面去 好 这里就是一个讽刺了 就是说银行啊 努力的想把自己标榜成为 科技公司 比较的 有科技含量 在这个时候 可是科技公司 其实自己 已经变成了 新银行不受代见 就是说 科技公司都不受代见了 你银行还把自己标榜为科技公司 这不是很笑话吗 对吧 所以互联网公司 也是一个 大家持悲观态度吧 even the employees in a revolt 这个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 来论证一下 支撑一下 讲这些 这个 这个 their employees 指的是谁呢 其实这里有点指代不明 我觉得这里可能指的是 这个 这个internet firms 这个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 其实都是 在 远过都是 跃升再到的 都是这样子的 好了 这里讲的是 对未来十年科技 大家还是有一些 这个词 悲观态度的 那你可以看到 有些词是值得去注意的 就是高粱的词 the morphin from a talent magnet to providers talen magnets 吸引人才的 这样一个地方 好 那么这里呢 其实就是 第二批例子 接下来十年的 主导的科技 也是持悲观态度 当然我们刚才去写 那个 通讯方式的话 你可以像他这样子 写前十年的 后十年的 但你可以简单的写一下 不用写那么长 那么第三段我们来讲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原因呢 the New York Times sum up the encroaching room 他做了一个总结 the encroaching encroach 逐渐吞食的 对吧 可以想到 erode eroding permeating spreading bloom 这些都可以 总结了 他说 a mood of pessimism it writes has displaced 这个悲观情绪 取代了什么呢 the idea of inevitable progress born in th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取代了这样一个 就是a mood has displaced the idea 这个悲观情绪 取代了这样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 the idea of inevitable progress 就是一定会带来进步 就科技一定会带来进步 这样一个概念 被一个悲观情绪取代了 而科技一定会带来进步 这个观念呢 是诞生于科技和工业革命的 所以呢 这里讲的就是 纽约时报总结为 这个悲观情绪 已经取代了 以前的那种乐观情绪了 好 except those words are from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1979 except这个词用法不正式 他放在这里 他是一个廉词 廉词表示对前面的弱化 就是说 纽约时报做了这样一个总结 悲观情绪压倒了乐观情绪 只是这些单词 或者这句话 是发表1979年 这句话好像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 唯一有问题的就是 他是1979年 就已经这样子预测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historical pattern 所以今天的这种悲观情绪 它确实就是有历史根据的 它是a part of the historical pattern 它是一个历史规律的 一个延续的一个小的片段 back then 后面就来对这个 historical pattern进行梳理了 后面其实都是讲的 历史上的一些情况 即便下面一段也是讲的 back then 在那个时候 1979年 the paper fretted that fretted就是worried 对吧 讲的这个worried 我想的一个词 可能大家也是可以表示担心 担忧 就是concern这个词 concern这个词 大家都觉得很简单 就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稍微去查一下词点 它做动词的话 就并不是像我们中文那样子的 比如说有中文同学会说 我很担心你 I concern you very much 就脱口而出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concern 它表示担心某人的话 它其实 它其实讲的是 某件事使某人担心 应该是这样子 或者你要用我担心 你看起来好像是个 这样子直接表达 它就是 I concern myself with 这样子的 好 可以大家去查一下这个词 或者是 something concerns somebody very much 可以这样子讲 The paper fatter that the anxiety was fed by growing doubts 这个be fed by something 那就是被某种情绪 某种情绪被加深 什么什么被加深 它在那个时候 这个报纸担心 这种焦虑 这种悲观情绪 was fed by growing doubts 被越来越多的这种质疑 所加深 就什么质疑呢 Doubts about society's inability inability 或者是 sociality's ability to rein in the seemingly runaway forces of the technology 就是怀疑 怀疑社会 是否有能力 去控制这个 看起来已经 无法控制的科技力量 fit by growing doubts about something 好 这里呢 讲的这个doubts 刚才我讲的 这个不能改成inability 讲错了一点 这个doubts 要注意啊 它是这个 怀疑 它做动词的话 doubt和suspect 要做一个区分 如果你是doubt 就是怀疑后面这个事情 是 他怀疑它不是真的 他怀疑它是假的 如果suspect 就是怀疑后面是真的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 在路上穿着制服 你说怀疑他是个警察 你看他穿着制服的 对吧 这个时候呢 用哪个词呢 应该是用suspect 如果你看到一个警察穿的衣服呢 但是掉了什么的帽子 没戴好 那你就是用doubt 我怀疑他不是一个 我怀疑他是一个警察 I doubt that he is a policeman 对吧 这两个这些词啊 都应该比较仔细的去掌握 才能够精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这里讲的是 这个纽约时报对他这个悲观情绪的做一个总结 但是呢 其实这些悲观情绪 由来1979年就有了 那个时候的悲观呢 讲的是 人们对于这个社会是否 这个社会就相当于是人们 人们是否能够控制住这种不断发展的科技 持有一个悲观情绪 好 那么这个是1979年 就以前是这样子担忧的 那今天担忧的又是什么呢 因为他从古到今来写 第四段就讲 Today's gloomy mood is centered down smartphones and social media which took off a decade ago 那么就讲的是今天的担忧了 刚才讲以前的担忧 是担忧对科技无法掌控 那今天的担忧呢 应该具体一点 讲的是对于这个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担忧 好 这里有一个词 be centered on 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写成Today's gloomy mood centered是 直接用这个 不用被动 直接是centered on 这样子也可以的 因为这个词 你写被动和写主动 那好像一直都是一样的 就是centered on something 或者be centered on something 是一样的 那这种词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联想到哪些词跟这种词也是差不多的呢 也没有相似的这样子的词 比如说我想到一个就突然想到的 这个be subject to the to 和subject to 对吧 好像都可以这样子用 这个subject to subject好像可以说形成这样子 就是有些时候你去联想 今天这种担忧情绪主要集中的在这个smartphone or social media上面 It concerns that humanity has taken a technological wrong turn or that particular technologies might be doing more harm than good have a reason before 你看今天的担忧是这些 可是呢 其实以前也就早就有了 这又是在追溯历史 刚才讲的1979年的时候呢 纽约时报就总结了 人们对于难以掌控科技力量表示担忧 那今天的担忧是集中于这个智能手机和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 但是呢 这个担忧其实早就出现过 那么我们就来看以前在哪些地方出现过 所以呢 看起来好像写今天的担忧 刚才写的是1979年的担忧 但其实还是在树林历史 In the 1970s The transparency was prompted by concerns about overpopulation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he prospect of nuclear in Malaysia 1970年 70年代的时候呢 The despondency 一个比较高级的词汇 Despondency就是extremely unhappy 就是being extremely unhappy and without hope 非常的不开心 并且呢 感觉到没有任何的这种希望了 可以讲到一个词 是不是会讲到这个disillusion 对吧 可以讲到这个词 他这种没有任何的希望 这种幻灭的感觉 was prompted by concerns prompted就是caused 被这些什么样的担心的事情 所导致的呢 这个concern作为可数名字 是担心的事件 一件一件的 如果只是讲担心的话 它是不可数的 他说在1979年这种 对于未来无望的这种坏灭 它主要是有一些关于后面的这些事情的担忧导致的 overpopulation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he prospect of nuclear emulation Nuclear emulation 那这个是核毁灭嘛 对吧 emulation其实讲的是这个焚烧 对吧 那其实核焚烧 核毁灭 核爆的话 一般都是就温度特别高 对吧 所以说是 the prospect of nuclear emulation 那么这里看到这个environmental damage 其实可以联想到 它没有写的很具体 因为作者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话 对于这些事情可能是比较熟悉的 但我们作为一个non-lative speakers 能够联想到一些东西的话 就可能就比较少 这个environmental damage 我就翻了一下 这个Richard Carson 写的这个Saturn Spring 这个名著 也可以叫做当代名著 寂静的春天 这本书 它就是1962年发表的 那就是这个70年代接近 对吧 environmental damage 那么你去如果去看 什么overpopulation这些 如果你去调查一下的话 可能也是在70年代 是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这美术之间的这个核威社 对吧 那肯定也是在 这个70年代 七几年八几年 这个是逐渐就出现的 好 那么也 当然也可以看到 我们是这个七几年了 当然有很多国家都开始核试验了 对吧 这个也可能是一种 一个原因 那美术 就是8090年代 比较严重 On the 1920s Now witnessed a blacklash against the cars which had earlier being seen as a miraculous answer to the affliction of horse-drawn vehicles 这句话很长 不看后面 1920年代 建政的 witnessed soul 这些都是可以 experienced soul witnessed 更加 生动一点 backlash against something 那就是对什么的反对 对吧 不支持什么 backlash against cars which had earlier been seen as a miraculous answer to something 其实我们去写作为文的时候经常会讲 什么东西被视为解决什么问题的一个方法 也可以用 something is saying as a miraculous answer to something 气血缘云方案里的文章可以用这种句型 the affliction of horse-drawn vehicles 就是马车 它带来的一些一个弊端 affliction 看一下 折磨 对吧 最后infliction做一个区分 inflict 是施加什么什么 inflict something on somebody 有点像那个impose 好 他说在1920年的时候 大家就反对汽车 而之前的话 一直把它视为是一个解决马车的折磨的一个方法 一个良方 那这个马车的折磨是什么呢 这马车会 which failed the streets with noise and dumb and caused congestion and accidents 这个马车就是使得这个路面非常的吵闹 有一些这个马粪 对吧 coast congestion and accidents 导致了一些堵塞啊 或者是交通事故啊 但我们可以想到汽车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怪不得后面汽车又会被吐槽 汽车也更噪音更大 但虽然说没有down 没有粪 但是汽车有什么呢 它有这个尾气啊 可能这些尾气 杀人于无形 它比这个马粪还更严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一个backlash against the cars 好 再往后面来就看的话 and the blight of industrialization was decried in the 19th century by luddites romatics and socialists 这三种人 先不往后面看了 所以他的书里 你看从1970年到1920年 一直到这个后面讲的19世纪 他说这个19世纪的时候啊 这个laddites romatics和socialists 这些人 laddite 不加S的话 laddite单数 表示对科技进步 抱不支持态度的人 或者说恐惧的人 比如说就害怕科技进步 就反对科技进步的人 叫做laddite laddite 就是他的复苏了 romatics就是喜欢这种浪漫主义的者 或者说喜欢浪漫的去想一些奇事妙性的人 比如说我们要回归这种原野生活 对吧 悠然见蓝山 那叫可能吗 不可能 对吧 想出事 不可能出事 所以这个就是romatics socialists 当然叫做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在西方国家 可能会觉得是比较的不公平 比较的独裁的一种人 对吧 喜欢把说别人的东西来来评分的 这样子的一种人 所以他说这些人在19世纪的时候 去谴责 decried 用的背露嘛 我们翻出主动 decreate chance condemned的意思 谴责什么呢 the blight of industrialization 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些个问题 blight 他本来整个植物的这种枯萎病 但也可以是什么什么的弊端 比如说the blight of poverty 贫穷带来的一些弊端 贫穷的折磨 都可以 他16世纪的话 就是都在批判工业革命了 这些人怎么样子呢 who worried with good reason 注意前面没有关注 就是他们也有他的自己的道理了 who worried about the displacement of skilled artisans the dispoiling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suffering of factory hands toiling in smoke belching mills 那这里呢 就是说他们担忧的是这三件事情 所以说他们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合理的 the displacement of skilled artisans 取代有技术的这些工人 因为有机器出现了嘛 当然这些工人可能就不需要了 displacement the dispoiling dispoiling就是破坏 对吧 我们只知道spoil就是破坏 dispoiling 它也是破坏的意思 就破坏我们的村庄 或者田园的风光 因为工业革命来了 这些树啊 这些可能都得砍 对吧 and the suffering of factory hands factory hands 那当然指的是工人了 讲的是工人怎么样呢 toiling in smoke belching mills 做苦工 在这些工厂里面 什么样的工厂 smoke belching 冒着烟的 你看这个belch 本来指的是什么呢 本来指的是这种冒烟 或者说是你可以指人的打嗝 等等的意思 smoke belching mills 就比较形象了 那这里呢 还可以注意到这三个词 前两个压得头韵 对吧 displacement of skilled artisans the dispoiling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suffering of something 过两个呢 又好像有点尾韵的样子 那这些都是 也不一定就非得故意去学 或者说是你平时阅读的时候 记得就OK了 好了 这里讲的是 看起来好像讲今天的这个担忧 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说主要担心的是什么 但其实呢 他还是讲 这在以前就有的了 所以上一段讲的是 这些担忧其实是在被纽约时报 这个总结为 这个悲观情绪 压倒了乐观情绪 这句话是在1979年就有的 那后面讲 当时的 上一段讲的当时 大家主要担忧的是 社会无法控制科技的力量 那么今天的担忧 好像是在讲 1979年 在今天 其实今天还是在 回溯历史 那讲的今天担忧 其实它也是 由来已久 从1979年 1920年 一直到 19世纪 所以它是一个 历史演变的一个 这个续集吧 我们说是 part of the historical pattern 好了 这些词 都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 但这些有些扩展的词 比如说 say as a miraculous answer to 或者say as the panacea fall as the cure of fall 被视为解决什么事情的良方 大家可以念想到 后文有一个词 就是the symptom of something 如果说 啥啥啥 is the symptom of technology 那肯定你讲的就是 科技的弊端 或者说是科技带来的一些问题 symptom 就是我们说的 病征 对吧 征兆 就是你 比如说你得了感冒 比如这个symptom 那可能就是发烧 头痛 这个就叫symptom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词 就是sine 但是讲的 我就多啰嗦一下 sine 也可以表示 你的这个病征 但是这个东西 就不一定是表象出来的 可能测一下你的血红蛋白 里面有些东西不一样的 看不到的 就在sine 就在医学上来说 好了 这个是本段 其实讲的也是 今天单约的是什么 但其实还是讲的是历史 它从历史来演变过来的 好 那么这里讲的是 这个段落方面 这里讲的一个是 我们联想到 Rachel Carlson的 Sine and Sprint这本书 有星期同学 就翻译一下 看一下他讲的是什么 应该是比较简单一读的通俗读本 而延伸阅读这里 其实选的一个小的片段 就讲了工业革命对人 其实是有一些弊端的 但这个文章是一个悲观态度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跳跃时的阅读 来看一下他的第一句 他说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life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y Up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workers Have been completely neglected 这讲的是 工业社会 这个工厂 对于人的精神和生理的 这样子的影响 其实是完全是忽略了 Physiological 生理的 Mental state 就是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生理的影响的话 那可能就是对你身体上的一些危害 心理的 其实这个片段你看完之后 没有太多的讲心理的 也不一定说他就写得非常好 心理的写得比较少 主要是一种身体上的压榨 可以这样子说 你跳跃的看的话 这里有个高量的词组 高量的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写得比较生动 我们看 The modern city consists of Mustrous edifices and of dark and narrow streets 现代的城市 是有一些像怪物一样的高楼大厦 和一些又暗又黑的 又窄的这种小街巷构成的 那你可以想象 有些住在大城市的 或者说我们在二线城市 同学都可以管的 比如说我们就代表摩都 对吧 上海 你可以看到可能高楼大厦的旁边 就会有一些非常小的 小胡同小巷子 这个就是一种很魔幻的现象 那么这个narrow streets 它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full of something 我们认为它应该不是 就是narrow streets的吧 看一下是不是 full of petrol fumes 这个fumes一般要写复苏 说充满了汽油的尾气 coast dust coast 煤渣的灰尘 and toxic gases gases一般也是写复苏的 就有些时候 根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 有些词 它习惯用就是用复苏 再比如说我们的什么 这个co2 emissions 这个二氧化碳排放 对吧 emissions也常用复苏 比如说 sea levels 海平面也常用复苏 这些都是人家的习惯 我们就只能 减脉税一样 一个一个的去减 一个一个的去记 full of petrol fumes coast dust and toxic gases torn by the noise of the taxic caps lories and buses and enthroned sistlessly with by great crowds 那这里讲 应该是修士的这个 narrow streets 这个 右窄的小街巷里面 到处都是汽车的 这个汽油味道 霉渣的灰尘 以及有毒的气体 然后这个街道呢 也被什么撕裂了 被这个来回的 计程车的声音撕裂 卡车的声音 巴士的声音 并且呢 还挤满了 这个稀稀让让的人群 对吧 thrown to ceaselessly 就不停的都会有很多人群 这点就写得非常的生动 你们这些词 其实都可以去记忆 对吧 比如说特别是这个 torn by the noise of the taxic caps lories and buses 对吧 这个就非常慎重 一个街的一个地方 被什么撕裂了 就我们作为non-nailed speakers 可能是联想不到 可以这样子去写的 因为撕裂好像是一个动作 但是呢 它是一noise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种羞耻方法了 连绝 连细 这个连 连在一起的连 或者叫做钱宗书所说的通感 对吧 这个连 连绝 前中书叫做通感 对吧 这样子 接到 never streets atorn by the noise of the tax caps lories and buses 这写得非常好 好了 继续往前看 不去讲这个片段 这个片段只是补充大家的词汇和阅读 就是写作完全都来自于阅读 第五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讲了 有那些 这个悲观的情绪 我们来看第五段 stand back 是原理的意思的 stand back 这个是一个起始句 它往后站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今天来后知后觉的来看一下 站在2020年来看一下 以前那些情况到底是怎么起 是 就是 魁首往事 有点像这个意思 如果你用戒指次组 也可以 in retrospect in retrospect 可以这样子 来替换它 用这个词来替换 或者你不用这个戒指次组来替换 比如说用戒指次组的话 in retrospect 那个and 就不要了 你可以用戒指次组来替换 其实也可以怎么来呢 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frame modify 刚才他们说的 自由修饰成分的替换 你可以说 standing back 对吧 后面这个案子也不要了 we can see that stand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就是 协谈性的非位 we can see that in each of these historical cases disappointment arose from a mix of unrealized hopes and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就是我们今天后之后 去来看一下的话 或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 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情况 这些失望 都是来自于 一个mix of unrealized hopes and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就是 没有实现的期待 和没有预见到的一些 不好的后果 比如说我们可能认为 科技可以帮我们 怎么怎么样 但是没有实现 感到有失落 但是我们没调到 这个游戏科技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 负面的效果 对吧 所以就产生了这种 失望的情绪 technology unleashes 解放 phrases 对吧 anleashes the forc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什么叫做 创造性的破坏 创造性的破坏 就是它一边在破坏 但是它又有创造性的作用 就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的这个 driveless cars 这个它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技术 创造性的破坏技术 对吧 它可能会使得有些人失业 但是呢 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汽车的普及 老年人小孩 它都能够 不再依赖于其他人 就能够出行了 因为它不需要乘客 只需要上去输入地址 然后就出行了 对吧 当然在未来可能会实现 现在还不是很成熟 technology unleashes the forc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so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it leads to anxiety 这是作者的点评 刚才这段 其实都是作者的点评 他说归根结底 其实是人们 一种期待没有被满足 还有一个 还有就是 这些不好的情况 没有被预测到 就这种混合 这种情绪就导致了 人们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或者说一种悲观的情绪出现 我想要的你没给我 但是呢 还给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来 那我肯定就会有点失望 做这个点评是 这个科技会释放出一种 destructive creative destruction出来 破坏性的这种力量 但是呢 它也可以创造东西 so it is natural that it leads to anxiety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destruction 它是破坏性的 destructive for any given technology its drawbacks sometimes seem to outweigh its benefits 任何一个科技呢 它有些时候呢 看起来 它的弊端呢 其实就是超过它的好处了 有些时候 好 在网络看 when this happens with several technologies at once as today the result is a wider sense of techno pessimism 就像今天一样 就是有几项科技 同时出现了 那么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人们可能就会只看到它的弊端 而没想到它的好处 所以就会有个 a wider sense of techno pessimism出现 就探究它的根源 好 这里呢 我们去看到 三四五 其实都是在讲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 悲观的情绪 最终的总结一下答案就是 part of a historical pattern 历史由来已久的 但它没有像 正常去分析 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pessimism呢 但最后直接给了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pessimism 是来自于 a mix of unrealized hopes and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是来自于这样 但是它没有告诉你 它是怎么去思考的 它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它直接就告诉你了 如果我们正常去 学习学生作文的话 对于一些这个原因的一些分析 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呢 但这里没有给出我们的答案 我觉得可以朝 两个方面去分析 如果我们去写一些学生作文 比如说这个作文 这个作文当然没有问我们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去模仿它写地段 我们不按照亚视方式去写了 地段我们讲的是 这个改变了哪些沟通的方式 当然会有一些辩解的 但地段也可以写一些 不好的沟通 这个沟通方式改变了 比如说一些不好的情况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misunderstanding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 对比嘛 当面见面对吧 say someone on screen versus meet someone in the flesh 这些对比 可以对比它的一些弊端 写了它之后呢 当然你就可以写 人们会有一些悲观情绪了 下面第二段 你可以去对这个悲观情绪 进行一个追根溯源 它是有什么导致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讲一下 对一般的这种考试的作文的话 但这个题没有问我们原因 如果说我们要写的话 也可以写一点 它的原因是怎么去分析的呢 从内从外去分析 内就是说 你本身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悲观情绪 比如说有些人对于科技 就是持悲观情绪 他们就是ladets 对吧 刚才上文所说的那种人 ladets 那这些人为什么会有悲观情绪呢 一个是他们自己不想去学习 从他内部来讲 怕自己被时代抛弃 这就是他内部 从外部来讲的话 为什么呢 外部来的肯定就是 科技的原因 这个通讯科技 它有一些的不好的弊端 比如说你的个人信息会泄露 隐私 遭到这个窃取了 对吧 还有一些你银行卡账号 可能被窃取 或者有些骗子天天给你打电话 你去干嘛投资等等 对吧 这些都是其他的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就是 这就可能是怕被时代抛弃 所以我们就分析一个 世界的这个原因的话 就是从内从外去分析 那么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要去写的话 不按照这个雅士模式 我们就写成一个正常的 评论型的文章 就按照这个话题去写 前面第一段 假设我们讲了有些 精细对比嘛 本来大家以为是一个好的事情 通讯技术 大家都觉得是 offer a bright vision of the future 但是呢 近几年听到大家对过去十年的技术都在吐槽 谁的信息被泄露了 照片因为人这个泄露出去了 等等 好 大家就持一个悲观的态度了 第二段你就可以去点评了 悲观态度从哪里来 两个部分来 对吧 this mood of pessimism is due in part to something 这个呢 你就可以写 它的内部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些人可能他使用不来 这个高科技的通讯技术 所以呢 他也不想去学 所以觉得就越来越麻烦 感觉这个手机啊 或者说这些通讯技术怎么使得我们 越来越麻烦 第二个呢 就是由于真正的这些技术的原因导致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也写了一个片段出来 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去敲到了啊 好 内部原因的话 就是人的学习能力 还有他自己的自知力 他可能自己没有自知力 他觉得这个新的通信技术 使得我都没有信心 不能专心学习了 对吧 天天都在check your微博 或者说your wechat 天天都在搞这些事情 那外部原因的话就可以讲 可能是科技产品的监管不够 for seeing consequences 设计不够人性的话 realized hopes 从这两方面去想 比如说这里 我写了一个这个思路在这里 政府对于从外部原因来讲 最后对新兴的通信技术监管不够 这一段用来还进不得加深 你可以说 也可以是also fit by 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你可以举些例子 这个Zack Bird 他听证会 对吧 就是有信息泄露 大家都知道 好像这个剑桥分析 这个公司获取了Facebook上面的好像几千万条数据 当然还有最近的就好像前几天 中国这个滴滴打车被政府罚了80亿 对吧 这个你说它不是一个通讯 它其实它也算一个通讯的软件 它虽然说是打车软件 它也是通讯 以前你可能站在街上招手 现在你可能直接通过远程 就可以通知汽车来接你 那么它也是同样事情也可发展中国 这些都可以使你的文章更加的丰富一点 有些例子 联系时事 所以我们这里写了一个片段 可以看一下 讲了自身原因 就是this mood of pessimism doing part two 把这个写完之后 it is also fed by 这个pessimism 也被什么在不断的扩大延伸 growing concern of emerging ways of communication growing concern 就是concern 是个抽象的情绪了 所以它不可数 emerging ways of communication 信心的沟通的方式 the deliberately is tru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是注意在逃避政府的监控 那后面就可以举例子了 两个例子 it is only when Zuckerberg appeared in the hearing the people realized that what they post on Facebook may not only be exploited by pervasive stalkers but also be casting on by multinationals 就是说当Zuckerberg出现在听证会上 人们才意识的 在Facebook po上去的这些信息 不仅仅可能会被有些心怀不轨的 stalkers跟中狂利用 而且还会被大公司用来谋利 用来卖钱 对吧 这个公司就是 这个Cambridge Analytical 这个公司 但要对这个时事 有点了解 可能才会有这样子的例子举出来 不然的话 你说我两耳不闻窗外事 那你这个用什么例子来举例呢 对吧 The same story can also be told of what happened in China 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了 Most Chinese did not recognize They would fall prey to Didi 对吧 Fall prey to 就称为 Didi这个公司的一个猎物 Right hailing up Until it was prohibited by the government a few months ago 或者说 直到他几天前被中国政府罚了80亿 人们才知道 这里就是介绍了一个方法 如果你去分析一个事情发生的原因的话 可以从两个部分来分析 对吧 从当事人的自己来分析 比如说 你这是考试考试了 那你分析下原因 你从自己的原因去分析 再从外部的原因去分析 比如说自己我复习不好 外部就是我考试当天 可能这个隔壁同学一直在吵 宿舍同学不安静 那这就是从内部从外部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了 你要写好文章的话 肯定知识还要 评设要注意 去留意这些实识或者知识 光是有语言没有知识 他也写不错文章 所以说语言知识 还有我们的这种 我们说的逻辑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就大概是讲这么多 主要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讲了哪些 你讲的三四五段 第一段讲的是 这个人们对科技的态度的转变 以前认为是 offer a bright vision of a future 他会提供对未来一个 畅想未来的一个方法 对吧 或者说一个我们依赖的东西 但是这个optimism is in short supply 近来是大家悲观了 是越来越明显了 就讲了对过去十年的技术 持悲观态度 对未来十年的技术 也持悲观态度 后面就来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悲观呢 结果它就是part of historical pattern 其实原来就有的了 用纽约时报的一个总结就引出了 其实纽约时报那个文章是1979年写的 当时人们是害怕掌握不了科技 这个猛兽 那么今天呢 大家主要关心的是这个智能手机 和这个社交媒体等等 但是它其实也是早就由来已久的 从1970年的这些 这个环境破坏和毁灭 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 到1920年的对汽车的担忧 以及到19世纪 对于其他的一些事件的一些担忧 对吧 这个就是由来已久的 最后结论讲的是 直接给了一个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是一个 a mix of unfulfilled promises and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就是没有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没有预测的一个后果 以及呢没有实现的一个愿望 那这样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 混合在一起 就导致人们的一种悲观情绪 就归根结底 去找出了它的原因 但我们这里介绍的原因 方法就比较简单 从内从外来分析原因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节要去讲的 知识点比较少 但是语言是比较多的 但还给我们一个警示 就是如果要写出好文章 那么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知识的 但知识有 语言有 逻辑有 那么你的文章就写好了 好了 我们这是今天要去讲的 大家下来的话 可以再去复习一下 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些内容 但也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去写一个 关于通讯技术 我们认为它是好是坏的 这样一个文章 我们会去怎么去写 但不一定是非得按照 这个雅士的模式去写 比如我们正常写一个 五六段七八段的文字 对吧 应该怎么去写它 你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这种 对它看好 或者是不看好的一个态度 去讨论其他人对它的观点 我对它的观点又是怎么样子 好吧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了 明天我们继续来讲 明天我们去讲的就是这些 我们可以先展望一下 明天我们去讲 今天讲的是科技类词汇 精细对比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Senergy会明天去讲 这个是明天去讲的 然后我们说是这个 分析利弊的方法 利弊方法呢 比较简单 然后还有一些论证方法 我会去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们所有的论证 都逃不过那几种论证方法 好吧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了 大家晚安 去复习复习 这就是我们第四讲的上半讲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 然后同学的问题可以发到群里面 我等一下在群里面回一下 可以 看上面有些同学有问题 我刚才没注意过来看 啊 谢谢观看